就是台北市信义区在昨天下午所发生的天坑 好这个地理呢就在北市这个崇德街60巷 这个天坑其实第一个时间呢 是在下午的3点13分的时候突然的坍塌 结果没有想到两个小时之后二度坍塌哦 好可以看到呢这个巷子几乎是整条都不见了 那么呢闯祸的营造商也是彻夜灌张 紧急把这个地点赶紧来填平 好那么惹祸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个建商呢在开挖地下室的时候呢 原本是应该要施作这个连续壁 结果在关键的过程当中就出现所谓的包泥现象 好什么是包泥现象呢 指的就是指泥巴跑到了混泥土里面 那让原本应该是这个混泥土构造的连续壁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脆弱的点 那么当这个连续壁破洞之后呢 就会导致地下水流失 出现了这样子的天坑 好不仅如此 这个技术工会也发现了 连续壁的疑似曾经就有坍塌过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对建商除了是勒丁停工之外呢 也开发了18万 天坑现场吊车再启动 山崎吊壁进行吊挂 原来是要将工地器材积聚一致 因为被勒丽停工 厂商急着补救善后 叫来三台大水车潮工地拼命灌水 要尽快平衡水压才能灌江修复 出动工作人员丈良 而脚底下三公尺深的巨大天坑 十四号凌晨就完成灌江回田 但民众仍然回不了家 13号下午三点多台北市信义区重德街 马路正中央发生坍塌 研判房屋有倒塌风险 没想到五点多时现场再发生二次坍塌 整夜出动五十六辆御办车终于在深夜赶工完成 那土包住的话那个地方就产生一个弱点 只要开挖到深度比较深的话 只要那个土水压力 只要冲破这个弱点的时候 就像一个洞源源不绝的土跟沙就一直进来 釀灾关键就在一旁新建州的建案 要开挖地下室 必须施作连续壁 地下室一挖十二公尺 但灌江时出现泥土 跑进水泥内的包泥现象 脆弱点在地下十点五公尺处破裂顺水 而水往建案处跑 地表也因此塌陷出现天坑 透地雷达去探测 有没有孔洞以及软弱土层 建筑物本身 我们要监测它的 有没有呈现跟倾斜的状态 即便看似恢复原状 但住户想回家 还得等市府单位完成全数检测 才能返家 恐怕还要一到两周时间 排除风险前也只能有加归附的 华日新闻网友之后 正龙黄卫顺 郑东云台北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